在逛完了洛杉矶最著名的好莱坞区域的三个景点后 接下来我们去洛杉矶的市中心附近看看 洛杉矶当堂是这个城市经济行政、艺术时尚与购物娱乐的交汇区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与历史建筑并存 艺术形式与商业气息交织 简单地漫步在市中心的街道上 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虽然洛杉矶的市中心没有什么国际知名的旅游景点 但却有一条号称世界上最短的铁路 Angel's Flat 天使飞翔铁路 这段铁路连接了山坡上下两条街 除了给一些不想爬坡的人提供便利外 现在游客更多的是想来体验一下 这只有91米长的铁路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山下坐车 是先上车然后在山上出站的时候付费 木质摇晃的车厢充满了复古感 尽可能地还原了它120多年的历史 感觉像是乘坐一辆来自过去的列车 开车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车就到站了 付费口是身上的站 单乘以美元刷地铁卡50美分 这条开头于1901年的铁路 作为洛杉矶名副其实的历史性城市地标 也曾出现在100多部电影的场景中 如果刚刚坐上来还没反过来就到站了没关系 好在车票不贵 我又坐下去了一遍 市中心还有一处有年代感的历史地标 就是Grand Central Market 这里很适合来探寻美食的朋友们 作为洛杉矶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市场 中央市场从一开始就是洛杉矶故事的一部分 自1917年开业以来 这里汇集了各国风味的美食 同时它也像是洛杉矶移民社区的历史缩影一样 像是这家被称为业内传奇的美食中餐 自1959年开业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菜单据说都没怎么变过 各式各样的美食 披萨 还有泰山 日餐 更多美食等你自己前来探索 天哪 有美食 中文字幕尽